那就是对于那种 就是亲子关系 真的已经降到冰点了 那我们真的就是要从 就是修补关系开始 在教会里面地中姐妹 大家有青少年的父母 或者有学龄期的孩子 我们都会就是运用 跟孩子 约会这样子的方式 而且是一对一 就是今天我带我儿子出去约会 然后我先生就带着 我女儿出去约会 然后一个月后 我们就两个交换 就是让孩子有一个 就是全然关注的时间 那这个时间呢 不是我们用来 那个碎碎念孩子的时间 对 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 是要听的 太好了 终于落到 我一对一的手里了 对 谢谢 你要来跟你讲一个 两小时的大道理 是 是 是 不行 这样不行 我们一定要就是先去观察 我们的孩子她喜欢什么 像我的女儿她喜欢逛书店 她不见得要买 对 但是我就是跟她一起 去逛书店 看看有些什么新的文具 她就觉得好满足 觉得妈妈好理解我 妈妈好爱我 然后我也可以去观察 她特别喜欢哪一支笔 因为现在笔都蛮贵的 那她也知道她不能买 可是例如说当她生日的时候 或当她 我要给她一些惊喜的时候 我了解她 那她收到的时候 她会觉得好感动 对 对 那所以每个孩子 我们要知道就是 孩子喜欢的是什么 那我就是一定要 在我的情势力里面 写下两个小时的时间 对 那像我的儿子是爱吃 对 我们都是去吃下午茶 对 那我女儿的话 逛完书店之后 我们也会找个地方 吃一点小点心 重点是 我们可以谈谈彼此的想法 对 然后这个很重要 所以要知道是 做她喜欢做的事 那像我自己也试过 就是只要有约会过 那个孩子的态度 都整个软化下来 对 然后那一阵子 你要管教她 也会特别顺利 对 对 那每个孩子不要 但是只有一个机会 就是不要去看电影 因为没有沟通到 对 因为电影就是两个人 只看着那个电影 那看完如果有讨论呢 那就OK 但是 时间已经够少了 是 就是这样子时间会 会拉得很长 对 时间拉得很长 所以这个叫做 在我们的爱的语言里面 这也有点类似 像是金星的时刻 对 对